大家好,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個來自國內的品牌,叫EliFone EliFone其實是一個深圳的公司 從2006年開始做手機 但他跟其他國內的品牌不一樣,就是面向歐美市場 並不是針對國內內銷 所以他所有東西在形象上或包裝上都是英文 希望打造出一個比較國際化的感覺 另外,他的官方網站在香港註冊了一間公司 然後拿了一個.hk的網址 希望讓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消費者 所以,感覺好像有香港的元素 但事實上,這是一間深圳的公司 並不是香港的 但大家可以去他的網站看看 就是www.elifone.hk 他的網站其實都做得不錯 相當國際化 亦都做得很漂亮的網站 照片都做得很好 手上這一個叫做S7 其實都是針對著 明顯是用Samsung作為參考 S7為參考 我們可以打開看看 先看看 先看看相機的外形 這個S7 整部相機的感覺都相當像Samsung 但他的藍色真的做得很漂亮 手工上面,你見到他的造工 都是一個相當之,覺得是很專業的感覺 這款S7出了四種顏色 有藍色、黑色、金色和綠色 所以其實他都是幾多顏色的選擇 而且他的背面就是特別做了很多處理 有很多反光的幻彩效果 拿上手的感覺是相當之 像一部Samsung賣六千元的機 當然,說到價錢方面 當然是一個抵食甲大件的價錢 他手上這個版本 就是一個4GB RAM的版本 就是64GB內至幾億的版本 賣的是$229.9 這款版本 就是1,800元左右 以這個規格來說 在其他大品牌上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果1,000多元 其他品牌 只是一個入門的機種 而他這個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外觀設計 再加上相當不錯的規格 所以這就是一個抵食甲大件 我們看看 屏幕是5.5吋的FHD 以及做了一個弧邊的設計 亦是主打無框邊的 即是差不多 屏幕佔的比例都很純 基本上都可以稱得上 叫做一個無框邊的設計 我現在又可以試試 轉一下不同的Wallpaper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屏幕顯示的效果 都相當之鮮明和亮麗的 效果亦是不錯的 都很細緻的 顏色方面亦是頗鮮明和舒服的 很簡單地 很快捷地說回它的基本規格 例如它是雙卡 也有一個SIM卡槽 也是三選二的 即是說 如果SIM2的位置 用了幾個卡 就不可以用SIM2 但我手上這個 就是64GB的版本 應該都是相當夠用的 另外就是4G LTE 基本上大部分的頻段都會支援 另外就是 用了MTK Helio X20的10核心 另外就是金屬的機身 正面和背面都有一個很幻彩的藍色 以及看上去很多層次的感覺 我手上這個就是4GB版本 4GB RAM的版本 再加上64GB的內存 鏡頭方面 主鏡頭有1300萬像的鏡頭 前鏡頭有500萬像的鏡頭 一個多個星期 但是我發現 指紋的感應器 不是太敏感 而且有很多時候都要按幾次才可以 我覺得這方面是一般的 可以看一看它本身的OS 介面 基本上就是跟一個 Stock Android 沒什麼大分別 可以這樣說 沒有什麼添加任何的 垃圾軟件 現在正在運行Android 6.0 我用了一個星期 我都收到一次或兩次的更新通知 可能都是一些很小的改善 但是不見得有任何大改變 現在正在運行Android 6.0 在一些網站 都是蠻吃得開的 即是說 其實它之前推出過很多不同的型號 都蠻多人買的 因為都是主打一個抵食甲大件 這樣的賣點 令到它可以有一個便宜的價錢 可能有很多是 由百多元至兩百元美金左右的價錢 已經擁有一部相當不錯的機器 但是 以一個很簡單的小小總結 就是說 這部機器有一個很漂亮的外表 外衣 亦有一個相當不差的規格 但是 可能在技術上的調合 或者配合上 我覺得 在使用上的情況下 不是真的覺得很好 也有相當多的進步空間 所以 始終 大牌子和小牌子的分別 可能就出在這裏了 在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好看 風-to-風的video review 拜拜 好看 拜拜 感谢观看